988新闻线 大家可以发现到吗 我们全民PowerUp 这个已经开放报名了 除了就是有羽球之外 我们还有篮球 而且是有奖金的 相信你也可以去到 我们的这个988的Facebook 外面Pint to Talk 你可以看一下 怎么样报名参加 那今天是星期三嘛 还有一个惯例 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游价 这个星期是怎么样的 其实是继续维持不变的 就跟大家再重复一下 我们Round97呢 这个顶价30级35线 Round95的售价 20级05线 柴油20级15线 环境局有条件批准 槟城南部填海 预料今年内动工 专家就说白天很热 晚上下雨的极端天气呢 可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 发弹折扣可能会让人 无视交通规则 专家促请顶止 卫生部建议学生呢 戴上口罩来严防疫情 开始之前呢 就会公布SOP 主要是看到最近呢 这个冠病变异毒株 Octurus 他袭击全球啊 泰国那边就出现 第一宗的死亡个案 而我国也是出现了 12宗的确诊病例 为了对抗这波疫情呢 卫生部可能再次就是 会建议说啊 在学校那边戴上口罩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提议了 卫生部长扎丽哈 他就告诉美玉新闻 就说到啊 会跟教育部长 法利娜那边 开一个紧急会议 然后可以赶在开学前 也就是5月2号之前呢 公布新的学校防疫SOP 他有说到 制定防疫SOP 非常的重要 因为学生可能会在开摘节 这个期间去 有参与一些庆祝活动 有聚会 或是可能会去旅行 这样子 他们可能会受感染 这个风险很高啊 那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 就会很容易 导致学校爆发疫情的 确实我最近也有发现 身边的对不对 开始那些确诊病例 又在变多了 那扎丽哈其实也补充呢 我国12名感染 Octurus病毒的人士呢 都是出现轻微的症状 病情也算是稳定的 那说到这个 Octurus感染病例呢 我国这边的12宗 其实有6宗 都是来自沙拉越 那沙拉越副总理 阿玛道格拉斯就表示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呢 就会去看卫生部那边 是不是会有这个强制戴口罩 学校那边戴口罩的 一个措施之后 才会去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目前沙拉越的 疫情病例数据呢 还是受控的 而且是有下降的趋势 另外方面看到 前副卫生总监 罗海扎 他就提醒啊 虽然卫生部 现在没有推出新的防疫 但是大家千万不能够小看 Octurus 必须要遵守这个防疫 SOP 就是之前的SOP啊 包括说你看要戴口罩啊 接种冠病疫苗加强剂等等的 罗海扎他也是马来西亚 管理和科学大学 公共卫生专家 他接受每日新闻的访问时 就说Octurus变异毒株呢 是两种Omicron的混合体 那根据专家的资料 这个Octurus 他没有像刀大那么强 但传播方式是相同的 传染率呢 是变种的这个1.2倍 感染Octurus的患者 他们会出现发烧 还有轻度感冒 很高风险会患上长期冠病 就是Long Covid 很久没有提起这个词 那受感染的儿童呢 其实很危险 他们有可能会 眼睛疼痛的这个情况 身体虚弱的人 还有可能会出现 严重肺部感染的风险的 OK 所以学校到底 需不需要强制戴口罩的 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看卫长那边 这个教长那边 讨论了 然后之后会有一些 什么的SOP呢 也有点要等到 这个政府的最终公布了 不过呢 要说这件事情 已经确定了哈 2024 2025新学年 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报名 确定了 会在5月2号到6月30号 直接开放申请 教育部在联书发贴文说呢 今年的新生报名的 这个网址是不一样咯 就会通过教育部综合系统 公共管理模式线上报名 要记下来哈 如果就是有受影响的父母 他的网址是idme.moe.gov.my 不要的 去到旧的那个网站 发现找不到 然后很紧张啊 已经换了一个地方了啊 没错 那说到念书嘛 很多人我们读了小学 读了中学之后 还会选择继续宣造 希望说可以有更好的前程 但是现在看到说 原来大学毕业生啊 待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啊 国立大学UKM的教育多样化研究中心 高级讲师 安努亚阿默 他就说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薪水非常的低 学士学位毕业薪水啊 有的其实根本没有到2000令吉 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说到底这是谁的错呢 他主要是在脸书那边就讲到哈 开吹姐回乡 就跟十个大专毕业生就聊天 哎 发现其中有八个人啊 他的工资是根本不到2000令吉的 有些人他们是在幼儿园当保姆 有人是在板厂那边打工 有的人去割销 有的人甚至是失业 他就很疑惑 究竟是毕业生懒惰呢 还是问题出在国家经济上面的 那安努亚的这一篇铁文 是有不少的这个网民去回应的 有些人就讲说 其实掌握一技之长 在毕业之后 更容易找到他们主义的工作 所以就鼓励年轻人 可能可以试着去报读技职课程 那其实还有人直接举例了 他说他的邻居有不一样的邻居 有个邻居呢 他是技职课程毕业的 工资有3000令吉 就比起刚才安努亚他讲的 不到2000令吉是高很多的 那另外一名呢 他的邻居是理工科博士学位的毕业生 但他现在只是卖保鲜盒为生 那他自己还有三名表弟呢 是宗教系学士学位毕业生 也是大学生 但现在只是当这个送餐人员 你知道他这个研究 他这个分析啦 其实让我想起了之前 不是有一个Instagram的账号 就是要大家去揭秘 每个行业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然后大家才 就是外人才会吓一跳 说原来是这么低 所以世人对这个行业 最大的误解 可能就是你觉得 哇这个行业非常赚钱啊 薪水很高 其实不是这样的 也其实对我们这个也是 世人对我们最大的误解就是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这样子 也不是讲当DJ不好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是你想象中 这么的高兴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铁文跟我刚刚说的 这个Instagram账户 其实他都是要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他们完全没有总结说 到底是毕业生自己的问题呢 还是国家经济的问题 但是呢你说国家经济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确实是不太理想 尤其像我们今年的开斋节 这个数字显示 我们的销售额呢 是下滑超过一半哦 东方日报引述业者指出呢 今年经济不明朗 是有已经有心理准备说 开斋节期间 销售额应该会减少 大概20%到30% 但是呢很多业者 他们就已经因此减少了 这个进货数量 可是没想到啊 下滑的幅度是远超过 他们想象是超过50% 所以是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的情况 真的这比他们预想中的 还要低那么多 那业者就推测 可能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开斋节之前 政府开放任务人民 提取这个公积金存款嘛 所以就刺激到买气 而今年开斋节 就碰上了新学年开课 你知道吗 很多人家长 已经因为这样子 花了一笔钱 所以就想说 开斋节就省一些 没有太多的预算 是花在开斋节上面 可能就是那个timing上的问题 不过说到为什么 我们的一些经济被打击 主要还是因为 经历了好几年的冠病疫情嘛 多个领域都饱受重创 那现在很多行业 各行各业都是在努力复苏 尤其是旅游业 而好消息就是呢 我国的旅游业 去年的表现 其实非常亮眼的哦 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 发布的一个报告就说 截至去年12月 来到马来西亚 这边旅游的这个游客人数呢 是恢复到2019年 也就是COVID之前的92%的水平了 这主要就是归功于新加坡游客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去那边玩 那边也很常在 很常过来我们这边玩 而且你知道汇率的问题 常在这边消费嘛 对不对 这个报告就预计说 泰国依旧会是 今年旅游盈于最大的一个国家 就是它有改善最多的 可能就是进步的空间大 但其实我们也不差 我们排在他们后面 排在第二 最近有去到泰国的朋友 应该会发现到啊 入境出那边的人非常多 我每一个去泰国旅游回来的朋友 都这么告诉我的 当然大家也都在想办法要 就是它让这个复苏的力度 变得更强大 而我国政府当然也是在 努力的增加收入 包括说之前不是有这个 交通罚单优惠吗 还在继续的 三天就已经2000多万了 就是这个优惠推出 当然除了说增加国库的 这个收入之外呢 也是鼓励民众 缴付拖欠已久的罚单 那这个优惠呢50令吉嘛 就只要是警方那边 开出的交通罚单 2022年或之前的 都是50令吉 获得大家的积极响应 不过就有道路安全专家 就敦出政府 是不是可以不要再提供 类似的折扣呢 因为哈 这会违背开罚单的初衷 只会让司机无视交通法规 其中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道路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 叫做刘德华 他就说呢 这个政府如今把交通罚单 就被视为赚取收入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这个东西 它是对于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士 的一个惩罚 他就觉得这样子的文化呢 其实你会淡化整个 执法上的影响 以至于没有人尊重交通罚单 或者是会有一批人说 没事我拿到 我就等哦 看什么时候有优惠 才来给这样子 所以等了22年 终于等到这一次机会了 他会说的就是在冰城那边 有一名拖车员 他是直接一口气缴付了 累积了22年的这个罚单 从2001年一直累积到去年 够57张 原本这个他必须要缴付的 这个罚单的数额 是超过9000令吉的 但是在优惠的情况下 他只是需要缴付2850令吉 节省了超过6000多令吉啊 夸张没有 社区牵线 是有一点本末导致的情况啊 但是还是 可是他就付了 他终于也肯付了 我提醒大家 这个优惠呢 会一直持续到5月21号 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些罚单 还没有缴付的话 可以趁这个时候了 那最近大家在社交媒体上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片呢 其实蛮吓人的 就是有一名女士 她是直接用肉身挡住 正在行走的车子 很危险很危险 很危险 真的很可怕 你知道我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 我只看的是图片 我都已经觉得很恐怖了 但是这个图片你可以看 这个影片可以看到 他是这样子当着走了一段路哦 对那个车还一直没有在停啊 你就在想说 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纠纷 这个后来警方 就是有呼吁他们 去向警方投报嘛 结果看到 波德申警区副主任 莫哈默穆斯达法 他发文告说 这个影片中的挡车的妇女 还有她的丈夫呢 昨天已经去警局那边认错了 就是开车的是丈夫 挡车的是她的那个妻子 原来这对夫妻呢 当时就发生争执 这个丈夫想要开车 去到植若干旺那边找孩子 但是妻子就担心说 丈夫的身体健康 因为他不久前才刚刚入院 接受治疗 就说不能够开那么长途的车 所以他就肉身挡住 对 你看到那个视频 可以看到说 他是抓着那个雨刷 然后企图挡车 真的是很可怕 警方其实有提醒啦 就讲说 他们这样的行为 很危险 但就会引起民众焦虑嘛 所以就眷请大家 这个视频看了会引起 看姓蕊都说 看了会焦虑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散播 这样的一个视频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因为 威胁公共秩序的 这个罪名而抵触法令的 而且也要劝告大家 不要模仿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况呢 搞不好 如果它是一个好事情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让它重来一下 比如说 你一直要抖的 对 Octurus来袭 你认为学校是不是应该再强制戴口罩呢 这个是回到以前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觉得应该 就是让它强制戴口罩的情况 小心为上 点love 如果你觉得现阶段应该还没有必要 可以点wow 两个学校欢迎你告诉我们 你觉得现在的情况 应不应该恢复 学校强制戴口罩呢 参与我们剪的现在vote 最近都感受到 很深刻的感受到天气有多热 非常热 那现在天气不止是热 而且很极端 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不知道怎么去适应 白天很热很热 穿着那个比较 就是薄的衣服 对 出门 晚上突然下大雨 在公司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好冷了 一些地区白天又干汗又闷热 然后傍晚开始下大雨 下雷雨 下暴雨 而且很准时 对 气象专家就预计说 接下来这样的极端天气 可能呢 还会持续一个星期 又冷又热 这样子 这是马来西亚科学院ASM学者 费多林当安博士呢 告诉The Star就说到 下雷雨是国内目前面临季后风交替的 一个典型的现象 至于干热呢 则可能是跟这个马登朱利安震荡 这个现象所导致这样子炎热的情况 所以就一个星期早些时候 国内部分地区气温已经飙升到 36摄氏度以上这个水平 而气象局就预测说 5月初之前呢 大概就是这一个星期吧 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徘徊在 35摄氏度左右 那现在东海岸地区面临干旱 冰城水坝的水位下降 而巴深谷地区呢 则是傍晚平停下了雨 甚至就因此导致一些破坏情况出现 比如说土崩了 你看极极端 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多喝水 但是也因为这个长时间的高温天气 我们看到在吉兰丹的瓜拉吉兰 甘榜瓜拉那的水道啊 它是干到尖底 如果你在看着我们新闻线直播 你看这个图片 根本都不像一条河 它像一个干了很久的沙漠 然后里头的鱼啊 水中生物啊 根本没有办法生存 直接干死在那边 直接缺水而死啊 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六甲河那边呢 其实之前也因为干旱呢 就发生了鱼群 集体死亡的事件 那当地的政府呢 就非常有创意 就避免这个情况 明年再发生嘛 他们决定 明年举办一个钓鱼竞赛 跟淡水鱼烹饪美食节 在他死之前 先吃掉 这个是甲州首长阿努拉乌 他的一个新宣布了 他说其实当地呢 每年四月底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关系 所以中政府就认为说 那与其让这些鱼群集体翻渡 不如做一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所以这个新活动呢 就可能可以配合 2024年马六甲观光年 就间接成为一个新的卖点 明年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钓鱼和烹鱼竞赛 那现在现前段是预计呢 在来年四月之前 会在第二段马六甲河道 巴书汉拔这个河口举行 所以更多详情就可以留意 有兴趣的朋友 看一看州政府那边 什么时候宣布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的 蛮有趣 那接着我们就把焦点 从马六甲转到去槟城 就是新蕊的家乡那边 前后调整了三次的 冰岛南部填海计划PSI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呢 正式获得批准了 可以去据解 这个计划一共是有三座 人造岛涵盖在里面 而获批的环平报告 是涵盖这三座 人造岛的计划 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 就会启动这个计划 冰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今天宣布 这份报告得到了天然资源 环境及气候变化部署下的 联邦环境局的批准 但必须遵守71个条件 包括说必须为这个项目 继续实施社会影响管理计划 还有生态平衡总体规划 也就是说必须要兼顾到 生态方面的发展 那说到这个冰岛南部填海计划 它其实一共占地17平方公里 率先动工的会是 刚刚讲到三个岛 其中一个A岛屿 目前的这个目标 就是2050年的时候 会实现零碳排放 然后就成为电子与电器 投资者的一个首选地点 州政府也说 填出来的三座人造岛 未来会成为精明城市 然后会有这个可负担房屋 商业区 住宅区 各种各样的设施 还有海滩等等 这个就是州政府那边的一个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获得批准 是有不一样的声音 像民政党 兵州主席胡洞强就说 中央政府无视 兵州人民和民间组织的反对 也漠视人民的意愿 他就认为中央政府批准这个计划 以地来换取建造轻坏铁 这个呢 是会为宾州人民跟下一代 带来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后果 那接下来关注这个课题 也是跟环境相关的 位于吉隆坡五级东顾的 大马反贪物学院MACA 前方的道路呢 在昨天下午突然发生土崩 导致保安亭坍 校内76个人被迫撤离 幸好啊 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那到今天 工程部长阿里山大汇报一些进展 就说 这起土崩事故并不涉及自然因素 根据公共工程局 就是JKR 斜坡工程部的初步调查 主要原因可能是地下水管爆裂 不管怎样 有关当局呢 还是在做进一步的调查的 那如这个事发地点 我们刚刚发生土崩嘛 他的土地状况其实还是不稳定 所以有关当局那边就考虑说 要不要在现场打这个铁桩 就是防止坍塌的整个区域 扩大到附近的建筑物 目前呢 当局是简单的以这个帆布来覆盖 这土崩区域 但是这恐怕不足以稳定土地的情况 那当局会这么说呢 其实因为昨天已经发生了 这个土地的移动 导致西逆轮的土崩 其实也增加了路面的裂痕 不管怎样 警方就呼吁大家 不要去做任何的揣测 现阶段呢 千万不要到这个土崩的地点 很危险啊 那情提部长兼CM末去国会议员 杨巧双他也说到其实单单是去年 他就收到上百份关于土崩的投诉 所以他就促请吉隆坡市政GDPKO 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 避免这个因为土崩而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因为幸好这一次土崩 没有任何的人员上网嘛 不要再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情了 确实啊 应该要赶快的去采取行动 预防剩余治疗嘛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嘛 像之前呢 这个台湾台北市卫生局就在我国进口的 槟城阿莱白咖喱面 还有印尼的 印度米特色肌肉风味汤面当中呢 就验出了一级致癌物 就是还养乙丸 在我国这里呢 卫生总监莫哈莫拉兹就说呢 卫生部那边其实也有对这一款白咖喱面 有进行了抽验检查 结果发现呢 它是符合法规的 不过为了确保食品安全管控 当局呢 是已经要求 这家公司自愿去召回有效期 为2023年8月25号的批次产品 那说到另外一款 虽然是印尼进口的这个印度米 但是我国这边也有进口 那这个大马卫生部呢 就对入境处那边发出了指示 那这个产品在进口的时候 要采取一个措施 叫做扣押检测放行 就TUL 同时也有指示这家印尼公司 自愿召回这个产品 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有几个同事就说 啊我有吃 两款我家里都有 这样子 吃两款我刚好都没有 印度米湖其实有吃 但是吃那个 比较有名干捞的那个 那个情况 那个炒面是吧 对对对 OKOK我们今天来 我们没有要聊这个面 对对对 聊疫情 我觉得是关于Octurus来袭 你觉得学校是不是应该要强制戴口罩呢 这个卫生部那边有一些建议说 他们会去跟教长那边讨论 对那最后还是要等教育部那边 就是双方他们都同意之后 会有一个SOP要公布的 那我们这里呢 新闻线的朋友 百分之九十九啊 一面倒都认为 应该要强制学校戴口罩 小心为上吧 百分之一的朋友觉得 现阶段还不需要 其实现在看到很多人已经就是习惯了 跟病毒共存的 我去到很多地方都还很多人没有戴口罩 但是我是那种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一直坚持着戴口罩 其实我觉得现在虽然说Octurus来袭 但是你发现到说 大家还是照常生活 就是原本你戴口罩的人依然戴口罩 原本不戴口罩的依旧是没有戴口罩 无论如何啦 关于这个学校是不是强制戴口罩呢 还要等当局那边公布 他说5月2号开学之前 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宣布 再等一下啦 第一个星期这几天而已 新闻线会继续为大家跟进的 我是新年新闻 我是湘君 明天继续跟你聊新闻